孫悟空要回來了 今次還要帶他最深愛的紅色棍 今次會出現在鳥三明的最新動畫龍珠大摩 大家又知不知道這支紅色棍叫做魚耳棒呢? 魚耳棒到底有什麼作用? 他和月亮又究竟扯上什麼關係? 想知的朋友 今集就等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魚耳棒的歷史和他的最常用功能 魚耳棒包含棍、棍兔和麻繩三部分 在第一集龍珠裏面就已經出現了 他和四星龍珠一樣 都是孫悟飯爺爺留給悟空的遺物 孫悟空經常把他掛在背上 而在這一集 魚耳棒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試探物件 當莊子出現在悟空眼前的時候 孫悟空就用這支棍來試探到底莊子有沒有尾巴 在龍珠故事的初期 由於孫悟空是居住在棍林裡 所以他經常遇到新的事物 由於魚耳棒已經有足夠的長度 所以孫悟空基本上不用用手 用棒就可以遠距離接觸敵人 好像這個機械人一對就倒 完全不用用手碰 魚耳棒第二個功能就是伸縮 並不是日本那個 每當孫悟空遇到雙手不能夠觸及的位置 他都會使用他背部的魚耳棒 就好像第一集 孫悟空為了拯救被這條翼龍捉了的裝置 就不得不使用背部的魚耳棒 作為長距離攻擊武器 孫悟空的另一件法寶是根斗雲 配合魚耳棒 孫悟空可以說是無敵狀態 只要魚耳棒一揮 連紅帶軍都被嚇到雞飛狗走 大家有記不記得這一幕呢? 總之魚耳棒背筋斗雲就是厲害 大家可能會問魚耳棒有幾場呢? 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參考 孫悟空對兔人的這一集 在這一集裡 兔人比孫悟空 用魚耳棒帶到月球的表面 千里共產者 難怪有人說 月球上面住了兔仔 由於地球和月球之間的距離 大概是38萬公里 所以我們可以推算 魚耳棒暫時的最長長度 就是38萬公里 對 來到這裡 感謝大家一邊上月 一邊看我們的節目 在此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好 事不宜遲 我們繼續上月 繼續看片 這個 批無限 不是月亮 好 作為武器 魚耳棒到底有多硬呢? 魚耳棒用來打碎磚頭 絕對沒有難度 好 而之前他對著君曹的忍者刀 也是滑滑有餘 孫悟空使用的魚耳棒 連忍者刀都可以被打斷 之後 孫悟空面對縮敵陶伯伯 魚耳棒的硬度 更加可以比美鑽石 你看看 風力的刀 都不堪一擊 最風力的刀 都會有三手的一人 而配合 悟空手腳眼 這麼快的速度 魚耳棒 還有另外的功能 就好像 這場雪地戰 魚耳棒就發揮了他的作用 就可以用來擋子彈 面對紅段大軍雪塔的一戰 孫悟空將會表演他 第一次的 餐肝跳奧運表演 你看 支棍可以輕易地回收 所以說 魚耳棒的確是孫悟空最好的道具 不得不提 魚耳棒還隱藏做一個最尷尬的功能 主要拿出最強的設備 總共固空間的尷尬 剛才會出現 種fallen 到達 棍火 有水 到底是有水 可能有油 主要是 它有風力的 一個人 这招和胡忍的招式简直不相伯众 孙悟空使出的这招绝对是令对手操守不及 好我们继续讲下鱼耳鵬有什么其他的功用 接下来介绍的是鱼耳鵬运合格斗攻击 之前吴空队笛子魔王一战里面 就曾经使出鱼耳鵬身长的通尼扎失踪 而来到替无限的报仇之战里面 孙悟空也都启出了他另外一个新创的招式 就是用鱼耳鵬去追捕逃走的敌人 再配合一招高空的龟波气功 这招绝对可以令到敌人一招击 这招绝对可以令到敌人一招击 毕竟鱼耳鵬是一招棍 他也可以当作一个支撑身体的工具 对狄子大魔王的战斗里面 就可以看到孙悟空用鱼耳鵬支撑身体 然后他陷于苦战 最后连鱼耳鵬都被打跌了 而鱼耳鵬的最原始功能 就是连接花尼塔和天神殿 这个也是鱼耳鵬原本放置的地方 鱼耳鵬是属于猫仙人所拥有 后来交给龟仙人 再辰转落入孙悟凡的手上 最后孙悟凡将他留给悟空 当悟空打败了笛子魔王之后 就来到花尼部的塔顶 再将鱼耳鵬插在塔顶的洞里面 利用鱼耳鵬的伸延功能 将自己带到天神殿的底部 这就是孙悟空首次到达天神殿的画面 不知大家又有没有印象呢? 鱼耳鵬也完成了少年悟空时期的任务 转眼间就来到法育完成的孙悟空了 在成年版的孙悟空身高 明显比少年时候高很多啊? 虽然大家都认不出他 但是他出场的时候仍然保留了鱼耳鵬 由此可见孙悟空对鱼耳鵬 仍然是不捨不弃的 出场齐力的登彩 成年版的孙悟空 作品進入成人版的年代 孫悟空使用魚耳棒的出場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相對龍珠GT出現的魚耳棒次數就會比較多 其後大家都會在龍珠遊戲裡面找到魚耳棒的蹤影 這個小路版的悟空出絕招都帶著魚耳棒 滿滿的懷舊風情懷 而來到十月播映的新動畫龍珠大摩 悟空會再次變成迷你版 預計將會有更多機會使用魚耳棒 大家又可以看到悟空舞動魚耳棒的風知了 全新的悟空冒險故事即將開始 大家真的要密切留意 這個是迷你悟空的新造型 大家又喜不喜歡這個魚耳棒的設定呢? 歡迎一起討論下魚耳棒的功用啦 我們會繼續免費分享更多的影片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